人工智能的兴起 让世界变得越来越真假难变 但其实有很多虚幻到仿佛电脑制作的画面 是真实发生并且被相机记录下来的 从近乎完美的冰球 到传说中的魔鬼生物 本期地球军就为大家带来了 15个相机记录的惊人发现 新来的观众可以点赞和订阅小铃铛 以免错过精彩视频 话不多说 让我们进入一场 第十五个 完美的冰球 你相信世界上竟然有如此巧合的奇迹吗 一位户外运动爱好者徒步旅行时 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霍普镇 附近一处瀑布下的冰池里 发现了许多圆润道近乎完美的冰球 就好像有人制造出来 然后把它们放在了池子里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池子里的冰水冻结 形成浮在顶部的冰块 瀑布落下的水又导致冰块旋转 最终形成球形 而随着更多的水结冰 冰块也会变得越大 从而变得更圆 如果这种现象发生在河流中 就会形成饼状冰 平滑的冰在波浪推挤之下 互相碰撞 它们的边缘被磨圆形成圆盘 这些圆盘撞上波浪时 边缘会越来越厚 让它们看起来像荷叶 因此饼状冰也被称为荷叶冰 第十四个 莱顿弗洛斯特现象 徒手拍钢水 铁锅溜鸡蛋 这并不是什么特异功能 而是神奇的莱顿弗洛斯特现象 这一现象由荷兰植物学家 赫尔曼布尔哈夫 在1732年首次发现 之后在1756年 约翰·戈特洛布 莱顿弗洛斯特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它在一把烧红的铁勺上 滴上一滴水珠 按理说水珠应该被瞬间蒸发 可它竟然悬浮起来 并且在上面来回打转 而且持续了30多秒 在莱顿弗洛斯特看来 之所以水滴能够悬浮起来 那是因为铁勺的底部制热 在水滴滴下去的瞬间 就形成了水蒸气 直接将水滴和铁勺给隔开了 因此才会出现悬浮的现象 当液体接触一块 远超齐费点的物件时 液体表面会产生出一层有隔热作用的蒸气 令液体沸腾的速度大大减慢 通常情况下 水在平底锅中发生这一现象的温度 是约193摄氏度 因此 当用浸湿的手拍打上千摄氏度的钢水时 才能毫发无伤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莱顿弗洛斯特现象只能隔绝温度 并不能隔绝热辐射 所以当温度高于临界点时 热辐射的效应就会高于热传导 这时即使你有莱顿弗洛斯特现象保护 也依旧会被高温灼伤 所以大家绝对不要模仿 第十三个 蓝眼泪 用手拨动海水 水面发出耀眼的蓝光 这样酷炫的画面并不是特效 而是一种奇特的自然现象 人们还给它起了一个蓝眼泪的名字 它实际上是由一种称为 夜光藻的浮游生物引起的发光现象 夜光藻是生活在海洋里的一种 会发荧光的浮游原生动物 它们的身体内有荧光酶和荧光素 受海浪拍打等刺激时发生反应 就会发出浅蓝色的光 蓝眼泪的出现与气温的变化 严密不可分 温度升高 大量浮游植物的繁殖 便为夜光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导致后者生长加快 因为它们的体长只有三毫米左右 所以只有成群聚集在一起 才能看见它们存在 里水的夜光藻 能生存的时间非常短暂 它的光芒也很快会失去 所以捧在手心 捧出海面的蓝眼泪 很快就消失 第十二个 云崩 登山露营 是非常受欢迎的户外活动 但人们在享受乐趣的时候 还是要多加留一山区 鬼绝多变的天气 以免发生意外 一名游客到 尼泊尔卡普切冰川湖赏景 原本想以美丽的山水当背景 拍摄一段弹奏吉他的视频留念 却没想到不远处的山头突然滑落大面积的积雪 只能赶紧躲避 在湖泊中滑向皮艇的游客 为了安全也都急忙上岸 大雪崩使得雪化成雾 然后集结成云状 雪云沿山谷奔涌下 势不可挡 瞬间吞噬山体 接着雪云沿着山谷奔涌向河流对面 化为云烟散落于湖水上空 画面壮观绝美 非常震撼 在带着危险的同时 也让看到此情刺景的人惊叹不已 云崩过后 周围气温骤降 但产生的水气 也让湖中央出现一道美丽彩虹 众人看到都忍不住惊呼 这样的场景 也被网友们形容为完美云崩 云崩是绝大多数人一生中 未必能亲眼见上一次的天象奇观 因为形成它的要求很高 雪力浓度要足够低 确保粒子与粒子之间 有足够的空间 使雪力悬浮 这个密度需要掌握一种平衡 雪力多了不像云 雪力少了崩不动 又像云又像水才好 空气裹着雪力 雪力受着重力 它们会在喷泊出的过程中 与地面接触 然后交换漂浮物 当这一团云里的空气 不能再保证雪力悬浮时 云崩就消失了 这样的美景分享给你 希望为你带来好运 第十一个 世界最大鸟窝 很多人小时候都逃过鸟窝 但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鸟窝 有多大吗 在非洲草原上 有一种鸟叫枝巢鸟 它们的鸟窝能占满整个大树 看上去就像有人把干草堆扔在树上 群居枝巢鸟群的巢穴 一次可以容纳一百多对鸟 及其幼鸟 内部温暖 外层凉爽 数百个小入口都装有尖刺稻草 以防捕食者进入 而且经久耐用 一只最古老的巢穴 已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 它们非常舒适宽敞 猫头鹰 蜥蜴和其他生物经常搬进来 只要不吃枝巢鸟 它们就会被容忍居住 但也有相对危险的生物 比如猎鹰和蛇 它们往往会霸占鸟巢 并且吃掉枝巢鸟 这也是很多人 都不敢去掏枝巢鸟鸟窝的原因 因为你不知道 下一个摸到的是鸟 还是毒蛇 第十个 失踪水母 去海滩游玩 总是让人兴奋不已 但你需要警惕出现在海滩上的奇怪生物 它们可能长得像一只巨大的红色眼睛 周围还有许多处须 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水母种类之一 失踪水母 它们的直径可达两米 带刺的触手多达150条 长度可达37米 相当于一头蓝鲸的长度 失踪水母主要以浮游动物 小心鱼类和其他水母为食 长长的触手既是它们的消化器官 也是致命捕食武器 这些触手上布满次细胞 能够射出毒液 猎物被它们的触手刺中后 神经会迅速麻痹 它们能够致人死亡 对游泳者和潜水员特别危险 触手的毒性能在它们死后持续数天 通常会引起恶心 出汗 颈挛 头痛等症状 大面积接触的严重刺伤 必须立即就医 因此 当你在海滩遭遇这种奇怪生物 最好离远一些 第九个 风滚草入侵 想象一下 当你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突然迎面滚来一团比车还大的草 会有多危险 这种事情真是发生在美国南加州的洲际公路上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称 这么大的风滚草 很可能是由吹过南加州山区的干热风导致的 这种风在九月到五月期间最为强劲 当强风将多次的风滚草 从根部吹断时 它们会变干并开始滚动 而且可能跟其他风滚草 会和从而变得越来越大 风滚草原产自欧亚大陆 有时也被称为刺沙棚或俄罗斯基 是一种小型绿色灌木 这些植物于1870年与亚马子 一起意外抵达南达科他州 一颗风滚草可以产生多达25万颗种子 使其成为美国有史以来传播速度 最快的植物入侵者之一 在美国很多地方 浩浩荡荡的风滚草 让不少人闻之色变 不仅行驶的汽车 经常要面对风滚草的袭击 就连房屋也可能被数不清的风滚草淹没 据说美国农业部的科学家已经研究出来一种专门针对风滚草的真菌 但要大面积应用 还需要一定时间 第八个 陈卷风 这样的画面看了不由得让人怀疑是否真实 独特的角度呈现出一种仿佛烟柱涌向太阳的效果 其实这种奇异现象叫做陈卷风 通常发生在沙漠或半干旱地区 是由于局地增热不均匀 而形成的旋转式沉柱 跟龙卷风比起来 陈卷风的破坏力有限 一般可持续几分钟到十几分钟 直径一般从几米到十几米 可见高度一般是几十米 有的也可达一二百米 当然 如果看到陈卷风 还是要记得远离 因为风势较大的陈卷风 也非常容易造成人员伤亡 在许多国家 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 陈卷风还被冠以恶灵和魔鬼的称号 第七个 光影投射 你知道这种奇特的画面 是如何形成的吗 据说它是LED显示和AR投影结合的产物 神奇的萤幕看上去 就好像某种超自然力量出现了一样 第六个 真正的局部降雨 你有没有见过 只有一块区域下雨 而不远处却一滴雨水也没有的情况 这种现象看起来非常的不真实 甚至会让人以为 像楚门的世界里一样 有人操控好的 其实这种现象 通常只有夏季才会有 城市各个区域的空气湿度不一致 蒸汽形成的基雨云 没有那么大范围 所以才会造成 东边日出西边下雨的现象 有时甚至会出现 刚好只有一小块地方下雨的奇特景象 第五个 窝流 一只点燃的箱两端 形成了奇特的烟柱 这种现象 并不能用某种单独的物理现象 名称直接描述 因为箱头处并不是单纯的柱体 而是柱体加一个锥体顶端 所以实际上 是绕过箱柱两侧的气流 和从锥体掠过的气流 偶合成的窝流 第四个 巡鱼的嘴巴 巡鱼没有牙齿 它们突出的嘴 可以像真空吸尘器一样吸食食物 当巡鱼离开水时 它们的嘴巴仍然会大幅度的吞吐 看起来就像是在呼吸一样 但其实它们仍然是用腮来呼吸的 离开水后最多坚持五到十小时 第三个 蚊柱 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第二大城市 普纳市的居民目睹了一种奇特的现象 由于穆拉木塔和水位上升 大量蚊子在河岸附近形成旋转的漩涡 看上去像一条条黑色的龙卷封柱 让人震惊不已 当地居民在接受时表示 蚊子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多困扰 他们还担心如此大规模的蚊子聚集 会对健康造成潜在影响 因为蚊子是多种疾病的携带者 第二个 飞船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港口的居民 注意到海岸边有船只盘旋在海面上 并且拍摄了这一奇特的现象 远远看去 这两艘船就像漂浮在天空中一样 这种光学现象通常被称为 圣景或海市蜃楼 当冷空气靠近海洋 而暖空气压迫海洋上方时 由于温差 就会出现不同密度的空气层 从而扭曲光线 让人们产生错觉 接下来是我们的奇闻异路环节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照片显示 人们似乎在地下发 掘出了一艘巨大的飞碟 但它似乎是由电脑制作的 当人工智能的技术 变得越来越纯熟 世界也开始变得真假难辨 第一个 魔鬼生物 墨西哥普埃布拉的居民们 因一只奇特生物陷入轰动 它是一位农民 在附近的一个沼泽里发现的 猙獰的面部 加上疑似翅膀和尾巴的构造 让很多人相信 这是一个从未发现过的物种 甚至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魔鬼生物 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这其实是被晒干的摇鱼 它们也非常巧合地 有个魔鬼鱼的名字 你看到的眼睛 其实是它们的鼻孔 张开的胳膊是干燥后 和头部分离的胸脊 腿是雄鱼腹齐特化成的 实在很难想象 晒干成外星人般的摇鱼干 竟然曾经是只蠢萌蠢萌的小摇鱼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以上就是地球军 带给大家的 15个相机记录的惊人发现 如果你喜欢 更多奇奇怪怪的知识见闻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们下期再见